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丘尾气教室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十七届农心拉面杯当中的一盘精彩的对局 这盘棋呢也是主将之战 有中方的柯杰对阵韩国的李适时 谁获得本盘的胜利将获得本届的农心拉面杯 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 柯杰折黑先行,白棋是李适时 双方开局占据了四个小木 黑棋挂脚,白棋拖,黑棋一扳,白棋退 黑棋没有在这里沾,更加积极的挂脚 白棋切断,黑棋大飞,罩住上面的白棋 白棋在这里没有靠出来,选择非常复杂的大写千变 白棋就在这里简单的小尖一个 黑棋挡住,白棋扳 黑棋退 白棋爬一个,黑棋藏 那么在这里的变化呢,白棋这个时候不能跳出来 黑棋马上就会拖到脚上去 白棋扳,黑棋打吃 白棋接住 然后呢,黑棋就会连扳 虽然白棋能够打到这一项,那么黑棋连接了 白棋是不能来吃这个黑棋的 黑棋会马上就冲 白棋挡住 这个时候,白棋这里又有打吃 这里有两个段,上面白棋啊,非常的被动 所以白棋还必须再爬一个 黑棋长,白棋跳出来 双方在上面的变化是白棋获得失控 黑棋获得外势 黑棋又把这个字长出来 也是要呼应一下上面这个外势 白棋长 黑棋跳飞 白棋挂脚 黑棋马上脱脚 如果白棋扳 那么在这里的变化呢 黑棋马上会脱先 这也是在高手的棋谱当中啊 经常出现的下法 这个时候黑棋一定是脱先 千万不要打吃这个字 白棋会连接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这一带就会变得非常的难受 如果黑棋立的话 白棋将获得先手 黑棋扳 白棋将会和黑棋开截 因为出血无截 如果黑棋脱先的时候 那么白棋将来这一打呀 在这个脚上 目数出入非常的大 所以说黑棋这里千万不要打吃 那么黑棋脱了以后 然后脱先的下法 究竟是什么意图呢 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解读一下 在这个棋形 黑棋没有脱以前 白棋这里有一个袜 黑棋打吃 白棋连接 黑棋如果想发展外事的话 肯定是要粘住这个断定 白棋这有一个切断 黑棋打吃 白棋立下去 黑棋一挡 白棋一拐 白棋吃出这个黑棋 脚上的时空啊 非常的实惠 将来收官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一路搬单 当然黑棋斑的话 会落后手 那么这个收官呢 是白棋的权利 那么我们看一看 当黑棋脱了脱先以后 这里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黑棋脱 白棋斑 这个时候黑棋可以脱先 这个时候白棋再来袜的时候 黑棋打吃 白棋接住 黑棋继续粘住这个断点 白棋如果从这个位置冲下去 很显然这个时空啊 和刚才白棋那个时空啊 差了不少 白棋还要断在这 黑棋打吃 白棋立下去 因为有了这个托 黑棋这个连接是先手 白棋还要尝进来 黑棋再挡下去 白棋只能拐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 一路这个斑单 黑棋再搬的时候 就变成了先手 那么这里呢 也就变成了黑棋的权利 通过这里的变化 我们也理解了 高手们脱一个 然后再脱先的意图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一路斑单 当黑棋拖到脚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 理事实要知道 白棋一斑 黑棋马上就会在右下脚动手 为了在上面获得先手 白棋没有选择这个斑 而是从这里先挖了一个 黑棋挡住 白棋连接 黑棋连接 然后白棋立下去 黑棋粘住这个断点 那么白棋呢 获得先手 加攻这个黑棋 黑棋当然要出头 白棋往上贴 那么这里的变化呢 本手黑棋是跳出去 但是将来啊 白棋往上一长 下面白棋这个模样啊 间隔非常的好 于是 黑棋选择了这个飞压 白棋跳出去 黑棋一尖底 黑棋在脚上的下法呢 也是看出来 不想和白棋在这里 做过多的纠缠 这里纠缠多了以后啊 下面白棋容易形成失控 白棋往上贴 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拆边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厚实的吃入这个白棋 白棋当然要拆边 黑棋获得先手 马上呢对下面的白棋进行打入 白棋如果从上面震住的话 黑棋这里有拖 这里有靠 这一带还有很多的先手 那么白棋走到外面呢 在这里效率也非常的低 所以说 李适时选择了 立下来 先站立脚跟 再对这个黑棋展开进攻 黑棋飞一个 马上就要出动这个黑棋 白棋一飞 黑棋挡住 挡住以后 下一步就会产生这个虎 还有啊 这个冲 白棋不得已 在这里还要立下去 黑棋 大飞 这个大飞也非常的好 也把黑棋跳出去 同时呢 还要扩张这里的模样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 白棋 有四块空 但是呢 都不大 如果让黑棋 左边呢 都形成失控的话 那么黑棋啊 非常的充分 所以说 现在白棋的重点 是如何应对 黑棋 左边 这个模样 一般的分寸 白棋是要在这一带 冲击这些黑棋的联络 或者是在这一带 进行潜销 但是 这种地方 正是李适时啊 施展他僵尸流的地方 白棋 狠狠的 打入进去 黑棋如果罩住 白棋啊 在这一带小飞 白棋这里 有很多的先手 再被白棋 飞到 这个方向 那么黑棋啊 想吃掉 这些白棋啊 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柯杰在这里 选择了 尖顶 白棋当然 清零的 跳出去 黑棋 继续飞弓 把白棋追向 自己的后世 白棋先刺了一个 黑棋连接 这手刺呢 对这里的眼位 有点帮助 白棋再飞 如果黑棋 飞的话 那么白棋 可以从这个地方 一路的 贴出去 那么 柯杰在这选择了 大飞 要罩住 这些白棋 白棋先靠一个 黑棋 扳住 白棋当然 不能这样出头 黑棋这个压 还是西安手 那么这个出头啊 非常的苦 白棋在这 做了两手交换以后 马上又从这个方向 靠了一个 那么这个靠的意图呢 也是 如果这里不交换 白棋直接靠在这里 黑棋这里有一个冲 直接就把白棋冲断了 白棋先做了一个交换 黑棋扳 如果黑棋再冲的话 白棋这里会挡住 黑棋冲 白棋这里有一个 袜断 那么这手棋 就起了作用 黑棋打吃 白棋就接住 黑棋还要保护 这里的断点 那么白棋 可以在下面先扳一个 黑棋唬住 白棋打吃 黑棋连接 白棋 包吃 这三个黑棋 黑棋只有提掉 然后呢 白棋一抵 黑棋这里不能切断 那么这里的白棋 就全部联络上 而且呢 这些黑棋 还需要做活 走成这个局面啊 就宣布 黑棋在这一带的进攻 失败 所以当白棋 靠压的时候 黑棋这里不能冲 而是从这里 退了一个 白棋先一挤 黑棋立下去 白棋 再一小剑 要求通过这个方向 突围 黑棋 从这里一冲 白棋挡住 然后呢 黑棋打吃 白棋这里不能接 接的话 黑棋这有一虎 马上就会产生 这个极端 白棋 后势的连接在这 然后黑棋 飞出来 继续 进攻 这块白棋 同时呢 分断这两块白棋的联络 白棋加一个 这个时候黑棋 暂时找不到 对这些白棋 有利的进攻方法 于是 黑棋先小尖一个 先把下面白棋这个根 搜掉 占点便宜 然后呢 争取进行 缠绕进攻 白棋倒下去 黑棋呢 又从这里 尖了一个 那么这时候 其 稍显 过分 这时候黑棋 还是要在这一带 或者这一带 分断这两块白棋 非常的厚实 那么黑棋 小尖在这里以后 白棋 李适时 在这里 激民的脱先了 先在这 断了一个 黑棋一拐 然后呢 白棋 正在这 这两块白棋 看上去 就要联络 那么白棋 正到这以后呢 黑棋这一带啊 联络上 好像啊 出了一点问题 黑棋小尖 继续分断白棋 白棋打吃一个 黑棋 提掉 然后白棋冲 这里呢 黑棋不能挡 如果挡住的话 白棋会从这里 一路的冲出来 黑棋长 白棋贴住 黑棋在这里也只有切断 那么白棋在这里一挤 黑棋这里不能连接 只能提掉 然后呢 白棋 打吃 那么我们就发现 这是一个双吃 这里的白棋 全部都联络 那么黑棋的 进攻呢 又宣布失败 所以说当白棋冲的时候啊 黑棋只能退一个 白棋继续冲 黑棋挡住 白棋 切断 因为这手棋的失误啊 这两手棋啊 被切断了 当然这个黑棋 需要压出去 白棋呢 又非常诡异的 在这里照了一个 看上去这手棋啊 非常的俗 被黑棋尝出来以后啊 对下面啊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是呢 你事实走在这 有它的目的 如果黑棋出头的话 白棋这里啊 又会从这里打吃出来 黑棋只有长 白棋可以先刺一个 黑棋连接 白棋继续压出来 黑棋也只有切断 那么白棋呢 在这里 又会产生一个棋 那么作为黑棋来讲 一个是打吃 一个是连接 黑棋如果连接的话 那么白棋就会把这个子 粘上 那么这些黑棋被切断 那么这些白棋呢 要和这些黑棋杀器 但是呢 有了这个白棋 我们就发现啊 黑棋是没有办法 在这一带啊 封锁住白棋 那么这些黑棋 全部死掉 黑棋如果不在这里粘 而是从这里 提掉的话 那么白棋将会切断在这 而且这个切断呢 还是先手 要打吃这四个子 黑棋不得已 还要提掉 那么这些黑棋呢 照样全部死掉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暂且先记住 这个白棋是先手 分断黑棋 那么在这里 柯杰也识破了 李适时这个意图 没有从这里冲 而是从这里切断了 那么这首期什么意思呢 如果白棋打吃 黑棋马上就会出动 白棋再从这里吃的时候 黑棋长 白棋这里可以刺住 黑棋连接 白棋继续往外贴 黑棋马上就切断 当白棋再来挤的时候 黑棋这个位置 可以共同提掉两克子 当白棋再来切断的时候 那么这个切断就变成了后手 刚才这个切断了 我们暂时记住过 是先手 那么这手棋变成后手以后 黑棋马上就会从这里打吃 封锁这里的白棋 这些白棋和这些黑棋杀气 显然白棋的气不够 那么李适时呢 没有在这选择打吃 而是选择了后手打下去 黑棋一虎 双方在这里进行的激战 最后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吃掉这些白棋 获得了失控 那么白棋呢 吃掉这三个黑棋 在中复变得非常的厚 白棋获得先手 打吃一个 黑棋连接白棋非常厚实的 把这个子尝出去 消除了在这一带的味道 黑棋拆边 白棋挂脚 黑棋尖底 白棋尝一个 然后黑棋再小尖 那么这里走后以后 那么白棋呢 这里产生一个打入 这里产生一个打入 这让白棋难以兼顾 最终呢 白棋感觉在上面呢 没办法捕 因为这里的黑棋非常的厚 最终呢 选择不在这里 黑棋当然要打入 白棋先搬了一个 黑棋搬住 白棋一虎 黑棋打吃 白棋在这里没有二路脱过 而是先从这里尝出去 将来白棋就有一个打吃 黑棋连接的话 白棋就有一虎 这里有一个切断 那么这个子呢 可以进攻这四个黑棋 在这里刻节 暂时没有在这里硬 而是非常厚实的 打掉这个白棋 这个脚非常的厚 白棋打吃 黑棋接住 白棋一虎 黑棋呢 暂时没有连接这个断点 从这里 跳了出来 先对这三个白棋展开进攻 因为这一带啊 有冲断 所以说白棋这一带 未必能连回去 所以说白棋 又从这里靠出去 黑棋搬 白棋退 黑棋贴一个 白棋一成 那么这地方呢 黑棋出现了联络问题 那么黑棋就压了一个 白棋一顶 黑棋连接 白棋后视的拐出去 双方啊 在上面啊 迅速的定型 然后黑棋获得下手 挡下去 这手棋非常的大 有了这手棋以后 下一步啊 黑棋将要加进来 那么这里呢 还有很多的冲断 所以说啊 上面白棋的味道 非常的坏 但是呢 李适时在这也没有补 而是从这里 贴了一个 还是想进攻啊 这四个黑棋 黑棋一加 白棋 打下去 这个时候 黑棋一冲 白棋切断 黑棋 马上 断上去 这个时候 白棋不能从这里吃 黑棋一反打 这里的白棋 全部死掉 白棋只好 倒护一个 先做活 这里的白棋 黑棋 往回一退 吃掉这两个白棋 白棋呢 跳一个 把这四个黑棋 吃住 双方在上面 又形成了 一个转换 这里的白棋 完全变厚 这个时候 黑棋啊 获得先手 在这跳了一个 这手棋啊 非常的犀利 瞄着 白棋 这一带的味道 那么白棋 在这里做了长烤 先从这打吃了一个 这也是在打将 白棋 继续往外贴 黑棋切断 那么白棋呢 连续的利用打将 要把这一带啊 计算清楚 白棋又从这里 糊了一个 黑棋挡住 白棋再一次 黑棋接住 白棋连续的通过 这些打将 最终呢 计算 白棋从这里 冲了一个 黑棋当然要接住 白棋一虎 黑棋拐下去 白棋一立 这也是最大限度的 保持 白棋这里的联络 黑棋小尖 白棋跳回去 这些白棋 完全的安全的联络 黑棋呢 小尖了一个 抢占关子 双方现在好像进入一个 抢占大关子的阶段 这时候白棋 从这里立了一个 这手棋也是李世奇啊 本局的一个败招 那么白棋走这里 他是担心 黑棋这有个打吃 白棋退 黑棋这里有一个冲 切断这里的白棋 但是呢 白棋这有一个底 这些白棋 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这个白棋呢 应该是在这一带小尖 这手棋太大了 将来这里有搬下去的下方 还有往里面长的下方 那么白棋立在这里以后 那么柯杰就占据了 关子的主动 黑棋先大飞一个 白棋贴住 黑棋机拧的先挡住 避免了将来白棋这个拐 挡住以后 白棋跳一个 捕活上面的白棋 然后黑棋抢得了这个小尖 那么抢到这个小尖以后 黑棋就获得了实控上的领先 白棋在这并了一个 黑棋这一带还没有活 所以说黑棋还要连接 然后白棋挡下去 要扩大中复这里的墓树 黑棋往外冲 白棋绑住 黑棋打吃一个 白棋连接 然后黑棋从这个方向打出来 白棋长 黑棋继续冲 白棋先打吃 黑棋连接 白棋打吃 黑棋一拐 白棋从二路继续打吃 黑棋提掉 然后白棋后时的连接 在右边也是双方必然的进行 那么走成这个局面以后 我们就发现 因为白棋这个失误 让黑棋在这一带有了很大的收获 虽然白棋中复获得一定的墓树 但是这个墓树非常的小 那么走到这辆以后 柯杰就带着 时空上的优势进入了小关子 那么后面的小关子 已经与胜负无关 最终柯杰就战胜了李适时 获得了本届的农心拉面杯 好 这盘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